新闻脱口秀 妙语收听下 各位观众 这里是辽宁卫视 每天中午12天 准时为您直播的收听下 大家好 我是达小飞 外婆带大 就喜欢哼唱 外婆的澎湖湾的一番 晚风吹拂澎湖湾 白浪珠沙滩 没有夜灵觉洩阳 只有一片海蓝蓝 唱得真好 我自己都被陶醉了 把我都唱陶醉了 大家钟好 我是小收 和外婆住在一起 外婆拉着我的小手 大手牵小手 走路不怕滑 走着走着 就长大了的李妙 大家好 我是达小呢 就爱吃姥姥做的饭 长大了有事没事呢 也愿意去姥姥家蹭饭的王号 这把我吃胖 这姥姥那是功不可莫大 说有一种幸福 叫在姥姥家长大 不少孩子呢 和姥姥的这个感情 那是相当的深厚了 这不 重庆的一个女孩 最近呢就回乡 去看望自己的姥姥 还有姥爷了 因为呢 生病的她呀 暴瘦了十七八斤 这姥姥一开始呢 都没有认出来 女孩让姥姥 拉着自己的手 说我是丹丹 这姥姥反复去认之后 那激动的是 又跳又拍手啊 发现呢 这个外孙女啊 瘦了好多之后 这姥姥啊 是眼泛泪光 满是心疼 紧握的手 再也不想撒开了 看到这一幕呢 真是让人泪目 这隔着屏幕啊 我都能够感受得到 这姥姥满满的爱 屏幕前的你们 是不是也想到了那位 最最疼爱你的长辈啊 你和他们之间 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 欢迎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参与的方式 就在屏幕的下方 我在直播间 等你来分享 字幕志愿者 您红梨 字幕志愿者 您红梨 钓樱 感谢观看